很多新入坑的小伙伴呢 对于多肉的选土上都是比较纠结 不知道应该选择多大颗粒的 或者是不知道什么样配比的 然后今天呢 我特意选了三种不同配比的这个土回来 和大家聊一下 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土才适合自己 这里面有一个8比2的配比 是我最喜欢用的一个配比方式 但是它不是说是我的那种配土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5比5的 还有一个3比7的 我们每一个都来说一下 像我的阳台呢 我都是习惯性用80到90的颗粒来种多肉 这样的高颗粒配比呢 它种出来的那个肉肉 控形和上色的效果都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它长得会比较慢一点 比较适合阳台使用 然后就是这种8二配比的土呢 它比较适合多肉来控养上色效果好 或者是老庄的植物 然后这每一包土里面呢 它有送一大这个肥料的 就不需要去买了 如果你是刚入坑的小伙伴呢 那这个土它就是足够用了 像这种小一点的盆 里边的容量不多的 总个二三十盆应该是没问题的 而且你们看这个颗粒的大小呢 它还是挺适合这个拇指盆的 保证了它的这个疏松透气 又不会让它喝不饱水 而且也就是免去了大家刚入坑啊 对于怎么配土啊 买很多土很麻烦的这个问题 另外还要说一个问题啊 你看左边是这个我今天拆箱的土 然后右边呢就是往上那种大颗粒土 伙伴呢都不会选择土的尺寸 你看买过来这个土超级的大 然后这边就是稍微小巧细腻一点的 如果是这种大颗粒的 你种到花盆里边放不了几地 它就满了是吧 所以那个多肉的根系 它喝不饱水 它就容易干容易软 就是在选土上吧 这种小拇指盆 它的那个颗粒是不能太大的 太大了也不容易浮盆 然后看一下这个五五比例的 这个就是五份的颗粒和五份的泥碳在里面 这个呢就不太适合我们在室内养了 因为它这个泥碳土啊成分比较高 在室内养它不容易干 特别容易蒙根 黑腐化水 这个也是今年会送了一袋这个颗粒的肥 五五比例的土吧 就适合那种咱们纯路氧的 然后通风环境特别好的 你可以用这种五五的 如果觉得这种比例比较高 可以堆一点这个纯颗粒进去 这样就相当于 这个土的容量又增加了 最后这个是三七比例的 它是适合幼苗的 因为很多小伙伴它喜欢那个叶叉嘛 如果叶叉苗的话你营养不足 它就是生长的特别的慢 用这种高颗粒的 这个小苗既不好抓根 然后它也是营养喝不饱 长得就特别的慢了 这个三七的小苗土呢 它就是只有三分的颗粒在里面 然后里面这些有亮亮的 就是那种比较容易发根的 饱水的制食 然后还有一些疏松透气的这个椰康 还有这些泥碳土在里面 还有这个白色的珍珠眼 也都是疏松透气的 这个土呢 因为它就是颗粒比较少嘛 所以它比较轻 这个就是量就比较大 比较满一点 这三种土呢 反正就是挺经济实惠的 就是适合咱们新手入门 这个就完全足够了 刚开始养肉肉呢 咱们就是别去追求一些什么金控土了 咱们先把它养活 因为我刚开始养肉肉呢 不懂的时候刚入坑嘛 也都是用这种三七呀 或者是八二的土 那个时候还只有三七 还没有八二 现在已经很高级了 所以就是不论你用什么样的土 你先把这个经验攒起来 之后你再选择用一些高端的配土 去让你的多肉更优秀 也是可以的 反正前期呢 咱们只要能把多肉养活就好了 之后呢 我们再去谈追求 好了 视频的上方呢 有链接 需要的小伙伴就自己购买吧 我们下期再见